《國際運輸航空協會》 《國際運輸航空協會》 更加估計未來從2016年至2023年 每一年的增長會更快 去到16% 《國際運輸航空協會》 也積極去提升我們自己 去處理這些溫控藥物的能力 如何為之點對點呢 當藥物下機後 在它的代理未來提貨之前 整個過程都有一個很好的溫度控制 包括下機後 要經過停機坪才能運到空運站 停機坪上面 我們有這些冷凍的拖卡去運貨 去到空運站 我們今天有三個空運站 三個空運站都有一些冷凍的設施 共起來是超過五萬呎的 這個冷凍設施是可以過別去設定不同的溫度 以及有一個很嚴密的監控在裡面 整個��空運站 感谢观看